疫苗的接種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是一種對自己的健康的一個自願性的選擇 那政府有責任在疫苗的採購上 不但要採購品質好 適量也要夠 更重要要快速 那面對這一波來勢洶洶的疫情 我們政府在疫苗上常常有不足的現象 那在除了不足以外還發生一個現象 因為在這段時間年輕的朋友其實等待了很久 那最近在他們選擇上也只有一項 其實政府還是要有責任多幾個選擇性 讓年輕的朋友都有意願的傲氣接種疫苗 鼓勵他們接種 尤其很多在國際上已經得到認定是有效的疫苗 他們也很多的期待 希望能夠多重選擇 所以政府在這一個方面其實選擇做的是不夠的 而且年輕人等了非常非常的久 政府應該要多多的思考 讓年輕朋友能夠多重選擇 也能夠快速打到 他們真的等太久了 而且他們也負擔了很多家庭的生計 要挑起國家的未來 我們更應該好好重視這個足球 對我來說 我覺得最好的家庭 怎麼會突然間快速打在手中